一个先生婴儿经过九年的成长 才开始念小学三年级 继续吸收新知识 但对于苦苦这个 今年踏入第九年的品牌 除了已经家喻户效 还斩获了不少奖项的肯定 究竟苦苦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是其实在前面的第五年 我们是推广在整个健康家居的 这个品牌里面 直到第八年我们已经是提升成 变成是Healthy Home Create的 我们有Healthy Home Appliances Healthy Home Living 我们的宗旨就是 健康家居的生活给大马人民 其实苦苦我们很荣幸的 我们这个品牌呢 在这个Putra Brand Awards Personal Household and Outdoor 这个category呢 我们拿到了铜奖 还有首届Putra Aria Brands Awards Home Improvements and Store 的category里面呢 我们首次的拿到了银奖 这两个意味着大马人民 对我们苦苦这个品牌的 爱戴跟相信 我们有做一些市场调查 我们有拿到这个 97%的顾客的满意度 这半年我们也得到 大马人民的爱戴 我们有160万名的顾客群 就是意味着有 550万名的家庭用户 都在享用着我们的产品 对我们来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还是 秉持着从我们的产品开发 去到我们的 社会服务的加深 以我们的 philosophy Beyond Standard 就是我们永远都是一直要 搅战今天的我们 become 明天 更好的我们 这样子 走过了辉煌的9年 Cucu International 为了要在多变的市场中 确保品牌可以持续成长 一再策划 接下来的每一步 对顾客来讲 白花齐放的这个市场 其实是更好的 因为有更多的选择 尤其是我们害怕 人家模仿我们 还是来抄袭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 是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本分 做好了 秉持着我们自己 所要的这个 健康家居生活的理念 因为我们都是 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所以我们就是要 给我们大马人民 最舒服 最好 质量更好的产品 更优惠的价格 我觉得那个是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另外我们最值得 我们觉得 做对的一个策略 其实都是 注定模式 我们这个生育模式 我们教育了大马人民 不需要花很大的费用 可以大大的 享用很好的产品 跟服务的品质 然后另外一点 我们觉得 我们的人 内部员工 其实很难被复制的 因为我们都有一直 在做很多的人才的培训 公司的企业文化 这些东西 其实都很难被复制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说 整个的人才培训 还是我们最强大的一个 资料 很难被复制到 在整个苦苦的 大家庭里面 我们都没有说 你是员工 还是你是老板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 自称我们大家是一个 家庭成员这样子 所以然后我们的企业文化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推广的 Beyond Center 是我们的Philosophy 然后HIT 是我们的Corp Culture 其实我们第三个五年 还是要维持着 跟坚持我们这个 健康家居里面 这个Healthy Home Cray的 品牌定位 然后我们要持续的 为大马人民的 一直去做很多的教育 健康家居这一块重要性 然后我们除了是 希望是在大马成为第一的 我们在Healthy Home Cray的 Positioning 然后我们也希望 发展去亚洲性的第一 希望说我们能持续的 SamaSama Healthier 理念来推广给大家 健康家居生活的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